今天小编给大家讲述一部动漫电影 人世间最美好的感觉莫过于亲情 亲情的力量很大 有时会让你甘愿付出生命 从前一片荒凉的沙漠里住着一对父子 这对父子并不是人 父亲是一个木头人 而儿子却是一个浑身是铁的金刚娃娃 而且他必须靠燃烧木头才能活着 于是他每天都要吃很多很多的木头 昨天父亲给他坐了一个风车 他接过风车就吃掉了风车的两片叶子 父亲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可是荒漠里连棵树都没有 哪来的木头供他吃呢 他只好每天啃食家里的家具 一开始父亲还阻止他 可是根本没有办法让他不啃食 所以就不采款了 这样只进不出的模式终究是维持不了了 家里可以被他啃食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 后来他就开始啃食自己的房子 可是房子是他们唯一的庇护所 如果没有了房子这诺娜的沙漠 他们又该去何处栖息呢 但是他还是不听父亲的劝阻 啃食了房子 父亲没有办法 只好每天修修补补 可他修补的速度终是赶不上儿子啃食的速度 房子一天比一天破烂不堪 终于有一天 儿子吃到了房子的主粮 房子不堪重负 逼得一声散落到了一地 父亲将儿子保护在了自己的壁弯里 却没能保护住房子 父亲很沮丧的坐到了地上 再也没有理会儿子 天空下起了大雨 父亲被雨淋醒了 眼前是他给儿子坐的风车 他原以为风车早被儿子吃了 可没有想到儿子还保留着 他站起身来 却不见儿子 父亲慌乱的寻找着儿子 最后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儿子 但儿子却已经没有了生命 父亲悲痛不已 手中的风车随风转动起来 父亲突然有了灵感 他将儿子改了一下 把风车安装在儿子的行李 随着风车的转动 儿子慢慢苏醒过来 父亲一把将儿子抱住 从此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Bye